怕有一天她真的走了!女孩与爷爷拍婚纱照。 北京12日综合店,中国成都一名25岁的女子福雪薇,在社交软体上发布了她和87岁的爷爷夫妻全一起拍摄的婚纱照,照片迅速在网络上流传。 去年9月,原本就多病的爷爷又生病住院了,身体越来越不好。 福雪薇虽然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,但又担心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看不到她穿婚纱的样子,福雪薇决定和爷爷拍一组婚纱照,让爷爷看到最美的自己,也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。 去年12月7日,福雪薇已带爷爷去医院检查围棘口,支走了爱吃醋的奶奶,带住爷爷去拍了婚纱照。 我们上午拍了棚内,下午在室外。 福雪薇说,那天,从上午9点多一直拍到下午3、4点。 其实爷爷那时候身体不大好,手背还有刚刚打过点滴的刘志珍。 婚纱照拍摄过程中,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,在外景拍摄的教堂,福雪薇和爷爷完成了一次婚礼前的仪式,穿住西装。 大猪领节的爷爷拐住福雪薇的手,一起走过了红毯。 福雪薇说,终于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,与爷爷完成婚纱照的拍摄,做完了。 而在半个多月前,福雪薇还做了一件有些疯狂的事,她在右手胳膊处,闻上了爷爷的头像,一开始不痛,后来慢慢的,扎的帧数多了。 就痛了。 福雪薇说,连续三四个小时,她有些疼得受不了,便暂停了,但头像的整体轮廓已经为好,重点是特别像爷爷,感觉已经很满意了。 福雪薇说,等过段时间,再去把肩膀,领接补上。 福雪薇说,小时候,爸爸妈妈忙着做生意,很少在家,小学时父母离婚,她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。 。 。 爷爷差不多,搜索了, большOD. 爷爷纠乎毫无条件的溺爱自己。 福雪薇也表示,她本身也有心脏病,所以我很担心,如果她有一天真的走了,不敢想像。 福雪薇说 我也怕她真的看不到我结婚那天 所以提前穿上混纱拍了照片 因为混纱照还没有制作完成 福奇全在手机上第一次看到和孙女的照片 她想拍吗 就去了 福奇全看住你在自己身上撒娇的孙女 皱纹里都是笑 福奇全说 她爸妈离了婚 就想多补偿她点 25岁的福雪薇有时候也会想 自己表达爱的方式 会不会有些疯狂 但性格直率的福雪薇说 每个人有自己表达爱的权利 但她也会在社交软体上 劝其他人不要追风 这只是自己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